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警察专科学校专科警员班第四次期毕业典礼 商人部长后短短四个多月已经六度造访警专的林又昌 除了向辛劳付出的警专教职员及出席毕业典礼的家长们表示感谢 对于这一千多名警校及海巡胜利军 林又昌也期许要做到校训及在学校学习到的素养这两件事 未来能成为国家与人民的守护者 成就是真诚 诚恳 诚信 诚心 诚意 更重要的是忠实 所以学校的校信交给各位的是一种 不管是处理事情所谓的处事 或者是面对人生处事的一种态度 我相信这一个字未来可以给各位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注意 不管各位在什么阶级 在什么机关 在什么单位 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在处于什么事情 面对的挫折 或者是面对的挑战 或者是面对的许多 可能在执行工作业务上 跟民众的一个落差跟冲突 把这个字拿出来 我相信对于各位 在怎么样处理问题 面对问题的时候 将会非常的有帮助 第二 过去两年 学校教了各位另外一个宝贝 部长认为是叫做素养 素养是什么 学校教给各位的 法治的素养 民主的素养 道德的素养 这三个素养家是未来各位在担任执法人员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跟准则 所以各位的一个能力 其实是建立在这三项素养之上 我相信在学校教官老师要求的都非常好 期待各位付出校门之后 继续秉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跟你所学习的这个素养 来在法律的一个基础之上 成为国家跟社会 还有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守护者 牛昌也希望每名毕业生 今日以井砖为荣 明日也能让井砖以大家为荣 祝福毕业生们蓬城万里 也会大家一起为警察和台湾加油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警方扫荡毒品又有重大的进展 刑事局与桃园警方合作 在凭正一处透天措 查获了一处制毒工厂 嫌犯为了躲避查器 在制毒时采用罕见的P2P制法 少了恶臭味产生的绿化步骤 不过还是被警方巡线插火 警方攻坚进入民宅 果然发现制毒原料 大批的制毒工具 制毒笔记及空气枪等 这处制毒工厂隐身于桃园平正一处透天措 田信嫌犯利用自家厨房制毒 比较特别的是 嫌犯采用罕见的P2P制法 少了产生恶臭味的绿化步骤 企图躲避查器 不过还是被刑事局与桃园警方 组成的专案小组查获 在桃园地检署假官指挥下 我们破坏一件隐藏在大楼社区里面的制毒工厂 那全案除了查获田信主嫌道案外 我们同时搜索查获到了四级毒品 这个MAPA 安菲他命 还有海洛因 还有制毒笔记 以及气体钢瓶等大批的制毒工具 那这个案子呢 这个制毒居然非常的狡猾 他是用这一个罕见的这个MAPA 四级毒品的鲜血原料 也就是三亚二本基低酸甲脂 来制成了这个P2P本基底头 再进而去制造出这个二级毒品的安菲他命 那整个过程里面呢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规避查气 那如何规避查气 也就是利用在这个制毒的里面的过程 不会产生恶臭来进行查气 那虽然如此 那我们警方呢 会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调查 我们一样 我们会把它给查出来 所以呢 这个维护国民的健康 以及维护社会治安 是我们全民大家一起的责任 那我们也呼吁民众 能够勇于监举 走私毒品居然 以及隐藏在大楼里面的 无法制毒的犯罪和分子 田信邪犯被逮时 还一度变称是在炼金 企图蒙混过关 不过还是被警方试破 全案已经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田信邪犯也被裁定 鸡押禁件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气候变迁 让东非遭遇了三年的干旱 目前在索马利兰 与索马利亚 至少有650万人面临饥荒 艺人林伯红代言 今年饥饿三十活动 对外分享与台湾世界展望会 前进索马利兰救援现场的故事 号召更多的民众 响应饥饿三十 捐出一日餐费 艺人林伯红前往非洲 索马利兰 和当地儿童踢球画画玩游戏 虽然环境客难 但他说孩子们强大的信念 令他动容 在需要帮助之下人不忘梦想成为医生帮助其他人 想到这里令伯红哽咽难言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去非洲 然后其实大家可能对非洲很多不同的国家 都有一些想象 对那其实真正的看到 这些孩童啊 他们的过的生活 其实还是觉得很震撼 对那也是因为疫情的这几年 包含气候变迁 战争 然后通膨等等的世界的转变 其实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困难 对那我觉得在这趟旅程当中 除了看到他们生活的困难之外 其实也看到很多世界展望会 为索马力兰做了很多的努力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开心 一方面是有很多世界展望会的同工 就是同工是指世界展望会的人 对那他们在这个地方努力 那比如说可以看到 为当地带来的一些建设 比如水资源 水资源然后灌溉的 然后运货 甚至一些专业技能的培养 对然后还有 我觉得看到这些当地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带来的一点点帮助 那可以带给他们生命的希望 我其实都觉得非常感动 我觉得跟当地小朋友的互动 是真的很难忘 对尤其是我 其实到每一个地方 不管是做什么活动 然后最后小朋友都说 那我们来踢足球吧 对然后只要 只要就是他们可能看到我 远远看都会有点害羞 但是只要我们拿出足球 他们就会哇眼神变得很炙热 对然后我其实还想要另外讲一个是 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一个小男神 对因为这个小男神很特别 就是他们可能唯一一个 少数啦少数几个英文比较好的小朋友 会主动跟我说话 他就说嘿 take a picture for me 就是叫我帮他拍照这样 然后我就说你的英文怎么这么好 他就说因为我读书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就是有的人会说我想要画画啊 我想要 医生刚刚有说想当hacker 他就说他想当医生 然后我其实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我自己知道 要当医生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后可能会很辛苦 然后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然后我也知道在他们的环境下 连吃饭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他要接受很完整的教育 但是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要当医生 他就说我要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其实其实我在那个当下 我就觉得我觉得很感动 他哽咽了你们有看到吗 其实他讲话已经讲不出来 就是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天啊你在想的时候 我觉得医生可以帮助很多人这件事 自己其实都需要帮助 但他现在却懂得想要未来帮助别人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就我很难想象他们 他们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他们那个内在的能量 到底是什么 会支持他会有这样的梦想 旱灾导致索马一栏数百万动物死亡 到处可见营养不良的孩子 世界展望会日前与林波红 一起到当地建立防災任力 缓解气候冲击 同时也希望民众一同响应 今年的饥饿三食活动 在后疫情时代 我想过去三年 我们台湾在这个疫情的维持上相对稳定 可是在全世界兴起了波涛海浪 现在全世界面临 尤其是乌克拉战争之后 面临最大的粮食围巾 现在几乎有十分之一的人 是面临的粮食的短缺 然后在历史新高的流离失所 因为天灾人祸战乱 有一亿人口是逃离家园 这还不包括在国家境内的流离失所人口 这两个数字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高 然后我们也都能够体会到 尤其台湾刚刚才解除旱象 因为气候变迁带来的一些我们生活上的干旱 这个已经是史上14年来最热的今年 即将要发生 当然在台湾 我想在座的各位 一定都感受到通红带来的压力 因为这些挑战的原因 不管是气候变迁战火 或是一些突发性的灾难 其实让全世界最脆弱地方的人民 包括家庭跟孩子 他们是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而所带来它的影响 最直接的就是一个粮食的短缺 就是孩子没有办法受教 以及流离失所带来安全上的一个威胁 我想G230我们一直在倡议的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远方的危机 听起来在乌克兰在东非 它不再是一个故事 而是跟你我都息息相关 即使在战火的冲突 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也在这两年 好像就会在我们的身边 随时的发生 所以G230不是只有台湾 要做的一个就业行动 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些脆弱地方 脆弱家庭与孩子 他们所需要的生存 教育 免于饥饿 免于流离失所 以及他们的安全 又受到保障的一个活动 灾难背后总会吸引许多人 默默为受难民众伸出援手 世界上发生的危机 与每个地球民众息息相关 林伯红也称这趟旅程为学习之旅 也盼大众帮助国外受天灾 良荒影响的孩子度过难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湾国乐团登峰造极音乐会 邀请四位享誉国际的手鼓天王 与台湾手鼓天后黄青慧 以及台北So Good手鼓乐团 共同跨界演出 欢迎民众来欣赏 穿越古基因跨越东西方的音乐盛宴 四位守鼓天王 共同作曲演出的乐曲元素 分别代表土地水空气火 四种地球上的生命元素 以重复打击展现出强烈的脉动 台湾国乐团登峰造极音乐会 邀请四位国际级重量卡斯 与手鼓乐团共同演出 透过这次的跨界合作 不仅展现国乐强大的包容力 也引领国乐接轨国际 让国际走进国乐 我们这一次的音乐会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平常大家对打击乐的认识都是棒打 可是其实在全世界的潮流 棒打跟手打其实是一样的重要 那甚至手打的发展历史 是在西元前6000年就有了 棒打的发展历史是在15世纪 我们所谓的这个古典音乐开始的时候才有的 那现在全世界的潮流 就是手打的其实比棒打更接地气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小时候呢 学走路的时候 我们试试赤脚走在地上 对不对 妈妈不会说帮我们把袜子鞋子穿好 然后教我们走路 所以呢 视角踏在原地的那个地上的土地的感觉 就跟我们用双手 打在这个骨面上的感觉 是一样的 这是人类最原始 最自然的呈现 那我们这一次呢 台湾国语团帮我们邀请到 这四位国际级的外国音乐家 我要跟大家介绍 他们是我们手骨界的天花板 我把它比喻成呢 我们这一次是邀请到了少林 武当 华山 俄美 掌门人全部齐聚台湾 所以各位 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 手骨历史上非常难得 而且很珍贵的一刻 Garren Vélez 是我们的手骨教父 他是第一个全世界跨界手骨 然后连续得了四届的德兰来讲 他是我们这四位的精神领袖 Godfather Zohar Frezgo 他是以色列人 大家想他在这个以色列 这么传统 这么保守的一个国家里面 但是他将手骨跟爵士乐合奏 他将这么传统的乐器 跟爵士合奏 这个走出在以色列 真的是非常 做得非常成功 而且应该是第一人 第三位 Anthe Pichoni 他是意大利人 他所拿的那个意大利铃骨 是非常传统的 就是我讲 西元六千年就存在的一颗骨 那他非常成功的 这结合了这个 我们所谓的巴洛克音乐 意大利国宝级的 意大利铃骨演奏家 再来 Mura Chuskin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就是用这个手骨跟世界音乐 举办 在德国举办世界音乐营的负责人 他非常的努力 已经有15年了 每年都得到德国政府 很大的鼓励 能赞助 所以他也是很努力的跨界 我们国乐团是国家级的 台湾国乐团是国家级的 我们也希望他们的 整个的方向 可以带领着 具有盈利的示范作用 能够让所有的乐团 能够从国乐团的身上 能够汲取养分 而国乐团也能够 对整个的国乐的发展 有所贡献 演出开场古今中外 由张永清创作 节目策划人黄新慧 与台湾国乐团共同演出 另一个重头戏 为世界首演作曲家 阴景红二的新作 魔幻森林之后 并且邀请四位作曲家 将四位首鼓大师创作的作品 改编成协奏曲 由大师们单纲独奏 与乐团共同演出 并由指挥家张嘉颖 领军台湾国乐团 共同赋予全新吉乐风貌 这一场音乐会 它很特别就是 虽然我们名为六首协奏曲 通常我们都会想 协奏曲是不是 台上会有一个主要的诅咒者 然后会有另外的 所谓的协奏者 这一次在台上 我们的主旋律 全部都是在台湾国乐团的 老师们的身上 那首鼓呢 它没有音高 所以呢 我们要 借由这个张指挥 张嘉颖老师 他是国内首区一纸女性指挥家 最棒的 最受欢迎的这个指挥 他带领着台湾国乐团的老师们 有六首完全不一样旋律 我们会听到这个 很传统的有金剧啊 然后也有地方色彩 有民族色彩 有爵士乐 有现代乐 一首一首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个 非常特别的这个音乐会 也就是说这一次是我自己觉得很自豪 自豪非常成功的画界 音乐本身就是音乐 我不觉得它应该要分国乐或是西乐 基本上音乐的本质就是要好听 然后让观众觉得是享受 那只是说西乐系跟国乐系本身在构造上面本来就不同 所以所制造出来的音响效果也会不一样 那只是说 现在的国乐团很多的曲目都已经交响化了 就是说往西乐方面去走了 那所以只是说让国乐的音响效果或者是在诠释上面更走进 像西方乐团的这种合奏的概念 让音响效果更融合 更饱满的感觉 可是事实上音乐的本质其实就是音乐 就是好听 登峰造极音乐会6月9号在高雄魏武营国家艺文文化中心音乐厅 6月11号在台北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盛大演出 穿梭古今跨越东西方的音乐盛宴 乐迷们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新门丁新的游客中心开幕咯 设有游客咨询柜台厕所 更创了旅客休憩阅读空间 不同语言的旅游图书让民众观看 三楼的行李寄放服务 让游客轻松畅游西门丁 还有充电饮水机雨伞接用等许多贴心的服务 让旅客感受台北市的热情友善 我想西门丁是非常具有特色 在地文化拥有美食 更承载很多老台北人记忆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高中就常常来西门丁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次来都到万年大楼 不管是我很喜欢的模型 杂志 这边有很多的影城 包括月笙 国宾 每一次来品尝美食 很早我们阿中面线 还有杨桃冰 旁边的老天鹿卤味 我想都是大家非常美好的回忆 那我想今天我们这个游客中心最主要 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迎接 接下来许多的国际观光客 我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出国的经验 我自己个人 不管是在美国到欧洲一些主要城市 或者到东南亚 新加坡 泰国 或者是日本 韩国 我想我们也看到他们迎接观光客 发展观光 也都提供很多这些游客 非常好的服务 因为当我们到一个城市 常常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次游客中心 提供的不只是基本的相关咨询 而且我们提供游客很多 休息的空间以及环境 包括我们有阅览空间 我们也提供 当我们国际旅客来 手机的充电器 充电站 同时也很贴心 当我们有自行车族 他们来这边旅游 在骑车 我们简单的维修设备 同时我们也推广 包括性别平等 我们有性质友善的厕所 也有亲子友善的 哺乳室这些空间 所以爸爸妈妈带孩子来 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友善的环境 另一方面 我们也很贴心 我们也提供了旅客行李寄放的置物柜 也就是很多国际旅客来台北 不用再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 来逛新门町 来到游客中心 放好行李 可以自由自在的 逛好我们的新门町 那另外我们这个游客中心 也结合行动派出所 我们的人民保姆 所以也确保我们周边环境 整体的治安 给旅客最好的安全环境 其实刚刚跟几位 我们年轻优秀的服务人员聊到 确实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就是人 刚刚提到前几个星期 最近疫情后 很多国际旅客来 有一位泰国的旅客 在Net 掉了他的钱包 他就很着急找到我们的服务员 然后请问怎么办 我们马上贴心的 先问Net 他们没有看到 然后就说会不会 有人捡到送到捷运的 15招领站 打电话去问 也不在 后来寻求我们派出所 然后在描绘整个钱包的样式之后 我们警察同人告知 有 有符合 哇 所以这个泰国旅客 赶快去找回他非常着急要寻找的钱包 因为里面可能有信用卡 有些证件 所以他非常的感谢 然后他有提到说 过去在新闻上面看到 台湾人是非常的友善善良 他这一次终于见证到 所以我想除了我们的硬体建制 其实我们贴心的服务品质 更是吸引观光客最大的亮点 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提升整体的观光 在疫情之后 迎接全新的崭新的未来 也谢谢所有的议员委员 里长共同的努力复苏 在选定今天这个黄道吉日 开幕 今天在西门町的游客中心 它启用了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观光客 国际观光客 其实来到台北 西门町几乎是第一站或第二站 是必游的点 所以它其实是世界各国的旅客都有 所以相对的它旅游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 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 大家都知道 汉中街也是一个 西门町的核心 那它就是提供一个服务 那在这个服务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只是一个 以这个站来说 它就另外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说 其实这里因为太多背包客 或者是他来到这里 是第一站第二站 所以我们就跟其他的旅游服务中心 不同的是 我们还有行李置物柜 也就是说你来了 你可以把行李放好 那放好以后 你就可以安心的去shopping 去旅行 那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警察的机动服务站 它也就是从所谓的让旅客安心 因为毕竟这里其实他旅客来旅行 他可能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事 他可能去某一个地方 他忘了把一个东西留在这 那这时候其实这样的警察机动服务 就可以提供最及时的 所以这算是台湾唯一一座 第一个既有行李寄放服务 还有一个警察机动服务 所以也就是一个安心安全 又可以享受到完全旅游服务的地方 所以呢 在国际观光客已经来到台北 大家都知道非常多 那在这个部分底下 其实在这一个点 我们也有走动服务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其实除了这一个点 在那个整个西门丁的一个路上 都可以只要大家有标示 我是讲泰语 我是讲英文 我是讲绿文 我是讲韩文 大家都可以多多利用他们 那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在台北 就是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旅行 历时五年打造这座新颖的游客中心 旁边还有机动派出所进驻 让旅客感受安全的旅游环境 接下来游客中心也会推出 打卡玩游戏抽奖活动 欢迎民众来抽美食礼券好礼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除了首度将品势纳入比赛项目外 还增加了对打接力团体赛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到 陈宜安 朱慕言 陈诗欣等奥运夺排选手 到现场为校选手们加油打气 竞技场上选手们奋勇向前 希望一举击败对手 这是第三十届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现场 来自全国各县市630多位跆拳精英 在台北体育馆一较高下 与往年不同 今年首度将品势纳入比赛项目 更增加对打接力团体赛 将让小朋友学习团队合作 对台群运动更有兴趣 因为经过我们的全国各县市的总干事的建议 希望说我们台运道不能太单调 然后所以在少年碑 我们今年就特别增加品势 个人跟配队还有团体 那对打方面的话 明天有一个团体的接力赛 我想这个让小孩子能够打团队的精神 那因为台运道的推动 这几年来我们也注重品势 然后希望说我们的队打能够接力来比赛 让小孩子能够产生这个兴趣 让我们的招生各方面提倡台运道运动有很大的帮助 主管单位还邀请到奥运示范赛金牌选手陈宜安 奥运金牌选手朱慕妍 陈诗兴 奥运同牌选手曾立成 举宋玉琪到场为小选手们加油打气 更进行圣谷传递 象征我国台群运动带来相传 盼继续在国际赛场上发光发落 这些奥运民将也分享自己学习跆拳的经验 在雅典奥运拿下金牌的朱慕妍回忆自己在国中时 曾一度要放弃台权 到国中之后我什么成绩都没有 对 我觉得黑暗时期是在国中 那国中结束之后 我已经真的已经不想要再继续了 可是有很多的同侪 还有我的学长姐鼓励我 那最后我在高中继续努力拼最后三年 最后我就在高中拿到了国际赛成绩 那我确定可以上大学 那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我很像真的可以成为我梦想中的那个选手 同样在雅典奥运夺金的陈诗欣 则期盼透过圣火传递 鼓励小选手们坚持下去 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我们希望后续的这些正在努力 努力往目标跟梦想迈进的孩子能够坚持 那成为我们就是我们他们的一个学习的楷模跟榜样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努力的方向是很明确 但主要就是每一个小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对 其实最终的目标才有机会达成 然后那个圣火其实主要也是把我们的精神 跟我们的那种意志力信念传递给他们传承给他们 全国少年跆拳到锦标赛分团体组及男女个人组 并以体重分12个量级 每个量级各县市仅能有一名选手参赛 因此竞争相当激烈 学习跆拳已有四年的台北市一仙国小三年级张玉轩 就很喜欢这种比赛的感觉 这项国内少年组最高等级的赛事可以说是国手的摇篮 主办单位期盼通过比赛让跆拳道运动向下扎根 吸引更多学童加入学习跆拳道的行列 未来能培养出更多的奥运选手为国争光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劳动局劳动检察处 举办台北市资通讯永续安慰家族成立大会 由电信业者吸手有限电视 承软电信营建业者等21家家族成员 共同签署安慰公约 提升职场的安全 卫生管理水准 加强环境安全的意识 营造职场友善一起比赛 在台北市劳动局与劳动检察处官员见证下 21家业者包括电信有线电视 承软电信营建业者代表 共同成立台北市资通讯永续安慰家族 并宣示以营造职场友善实现劳动尊严 促进工作安全及互助互惠和谐 四大愿景为成立宗旨 中央劳动部针对我们台北市的辖区的部分 推动了安慰家族的计划 那主要这个计划 它除了经费跟能力的补助之外 希望我们辖区可以推动大型的企业 召集相关产业的 或者它自己的承软舱 来成立安慰家族 推动安全卫生的事项 我们纳入辖下的所谓的有线电视等等 会有所谓的共同的危害的作业的情况 比如说他们经常部线会有在一些屋顶 采光罩等等这种坠落的危害 那另外在外想作业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配线 会有感电的危害等等 相同作业的情况的产业 把它纳入到这次我们的安慰家族成立的成员里面 那我们希望共同推动打造台北市职场环境的安全跟卫生 这是我们成立安慰家族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目标 安慰家族它就类似刚才提到 它是一种普攻英的一个 把这个经验做一个分享 这个散播出去 那一般我们在推动上 当然大公司资源经验会比较丰富 那中小企业这边谈的是100人以下的这种公司 基本上它不管在经验也好 或是相关资源会稍微比较不止 那需要大家一起利用这种大厂代小厂 把这种制度建立起来 那后续主板单位都会安排相关的一个 譬如说信念或是观谋辅导 让这些中小企业的安全卫生水准 能够做一个提升 由于有线电视普及与通讯科技进步 家家户户在收看有线电视或使用网络服务时 业者需要事先进行布线工作 工作动线广泛 坠落感电灾害风险高 因此中家宽平常得万上力管有线电视 也积极加入安慰家族 为健全劳工职场环境善尽责任 除了学习这些实际推动的状况之外 最重要当然是带到企业里面去推动跟弱势 我想安全的工作环境是每一个人 包含我们最基层的劳动者 都必须要知道的一些法规的规定 跟公司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透过安慰家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每个参与的人都能了解到 这方面治安慰的一个专业的智能 甚至一些新的 比如说这个不法侵害的这样的计划 或是人影工程的这些预防的计划的内容 我想治安慰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安慰家族未来会接续办理专业训练课程 并由北市劳检处安排经营者与主管集合训练课程 提供家族成员最新的治安相关法规动态 确保劳动者权益 促进劳资和谐建构安全优质的劳动环境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未来要维护民众使用水产品的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抽烟水产品餐厅卖场及超市等贩售场所 其中有一件黄鱼检验出杀菌剂 不符合动物用药残留标准的规定 已经要求业者将产品下架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第一波水产品抽烟结果 共计抽烟29件生鲜水产品 包含5件深海鱼类 10件养殖鱼类 4件贝类 5件甲壳类 5件头竹类 检验结果一件黄鱼检出恩福奎林椎酸 0.03ppm 为一种合成的广效型杀菌剂 属于合法动物用药但未合尊使用于水产品 因此不符动物用药残留标准规定 这次我们有进行水产品的抽烟 那我们一年大概会分成两多来做一个抽烟 那这一次这个公布的话 是有29件的这个水产品 那其中有件检出这个动物用药 叫做恩若露沙性 它是被检测出来的 那这个动物用药平常是会使用在一些 像是禽类的产品或者是像猪跟牛这样一个产品的使用 一个动物性的一个用药的使用 那它在鱼类是不可以使用 所以当然也不可以检出 那这个检出的部分 我们会再去进一步的调查 就是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地方 那如果说这个椰子它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个违规的 这个黄鱼动物用药残留的一个来源的话 依照实验法第47条 那我们会去做一个组分 那这个这次所检测出来的这个动物用药的话 它是一个广效性的一个杀菌剂 所以很多的一个养殖户其实是还蛮喜欢去使用 因为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当它残留在食物上面的时候 那它可能会造成我们在使用上之后 那会有肠胃道的消化的不适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它的剂量再多的话 可能会影响肾脏的一个代谢 所以这个动物用药的使用上面 我们还是呼吁在源头的一个养殖业者 那应该去使用一个合法的药物 那同时在使用上的话 也应该要去注意后面的一个停药的使用 这样才能够避免在消费者会使用到这个一个药物的残留 卫生局提醒饲养业者合法使用核准药物 除了必须考虑动物对象年龄剂量等外 还必须遵守停药期 才能确保产品安全卫生 同时建议贩售业者向大盘或供应商索取自主检验报告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2023台北文学月影展以意志作为策展理念 悬移日本民导大导主多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记者会上文化局长蔡诗平与艺人柯震东一同手握武士刀 象征在影像创作的路上披荆斩棘 去年拿下台北电影节影地的柯震东 以演员身份在多部作品中展现精湛演技 并冲破框架指导电影 这回受邀担任2023台北文学月影展嘉宾 与文化局长蔡诗平一同手握武士刀 象征日本大师大导主将影像化为一把武士刀 在影像创作的路上披荆斩棘 戳破时代的迷思寻找自我的真谛 我当演员也超过十年 然后这两年开始加入导演的身份 然后我觉得能从事电影相关产业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 别人的人生或是生活 但透过文学或者电影创作 其实可以有机会去体验 不同人的喜怒哀乐 然后不同人的人生 然后也可以体会到 不同人的生活跟生活方式 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 然后这一次的焦点导演 大导主导演 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勇于对抗电影公司 保守的制片方针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甚至还开了自己的制片公司 然后想要表达当时年轻一代人的愤怒情绪 然后对于现实的不满以及失望这样 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开了他的制片公司之后 才带起了日本独立制片的心情 然后改变了电影产业的发展 然后他代表达当时的作品 其实还非常的多元莫返 然后也一直在突破 所以我觉得未来 身为电影界的后备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效法的 虽然蛮困难 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朝这个精神往前走 对很凶狠很凶狠 对对对对对 蛮紧张因为我很少担任需要致辞的嘉宾 所以其实我来之前蛮紧张 很怕讲错话或是没有讲到什么 对所以其实蛮 但我很开心可以参与啦 所以就是在紧张还是会很想很想来这样 你刚刚讲的蛮好的 谢谢谢谢 我准备好多个晚上 我们看到很成熟的一面的震动 对不对 因为像这次焦点导演大导组的作品 其实就是非常的锋利 然后也很划时代 尤其是看了刚才那些预告 发现走得非常前面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 我们谢谢新后辈去学习的 因为其实影像是个很难去复制 或者是像现在AI在墙 我觉得其实人类的情感 所创造出来的画面其实是无法被取代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蛮有 对我来说应该会蛮有冲击性的 我自己也要先谢谢郑东 柯郑东来帮我们代言 因为各位刚才从他谈话中 也可以发现 他真的是十几年来 不只是一个优秀演员 他也把自己的视角 拉到了一个很好的导演 特别是刚才你们还问到他 他自己也说的当男二 我觉得好莱坞有很多的巨星 是靠当男二 拿到奥斯卡金像奖的 就表示说他换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他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看自己 我们很谢谢他 帮我们代言 那最主要还是我们的策展人也很厉害 跳出来的片子 我刚刚在记得会跟各位说了 不管是大刀组的电影 还是法国的三位女作家的 相关的影片 纪录片 都值得大家来看 这是一个重新拓展 我们对电影 对文学的不一样的视角的一次机会 心灵的一次饗宴 也是自我认识的一个再往前走 今年影展以意志作为策展理念 悬映日本明导大导主经典作品 同时也规划播映西蒙波娃 举哈斯等艺术教母之时代影像 等22部经典电影 并文坛大师米兰昆德拉首部纪录片 揭开序幕 文学艺人影展其实到今年 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呈现给观众的 就是去探索到底 文学电影可以是什么 它可以不只是文学改编作品 它可以不只是一种诗意的感叹 那今年我们希望带领大家看到的 就是从之前的摄影机钢评论 电影作者论到今年 希望让大家看到 如果摄影机是150刀 像是《大好处》的摄影机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划破现实 然后去直指未来 直指自己内部思想的一种世道 开启我们所有的视野 那像刚刚主任非常详细地介绍了 像是西蒙波娃 举哈斯他们的作品 在那个时代 不管是影像还是文学作品 其实都是一种思考思想上面的 力气一种长刀 跨过了我们所有当下对于自己自身 或者是现实的一种障碍这样子 我这边最后想要再引一下大刀处的一个名言 大刀处曾经说如果活在深海的鱼 如果不燃烧自己到哪里都没有光 所以我觉得就像今年的电影 也像我们的开幕片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或者是特应的安妮艾诺作品 都是我们都是在用文字 在用影像 在用自己的思考的力量 绽放出光芳 所以也希望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 5月26号到6月8号 来台北文泉乐影展 看到我们所绽放的光 也让你们自己找到所有属于自己的光 2023台北文学乐影展 将于5月26号到6月8号 在光点台北电影院举办 票券于5月12号中午12点 在OpenTIS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启售 欢迎民众购票欣赏 感受文学电影的魅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基欧北宁路发生了一起计程车的翻覆意外 一辆网八斗子行驶的计程车 擦撞围停在机车道的休旅车后当场翻覆 驾驶受伤送医索性没有大碍 炸机店内的监视器拍下 驾驶将车辆停在门口 下车买炸机 突然旁边的车辆遭撞 剧烈的震动 换一个角度来看 黄色健身车一路开来 直接插撞停在机车道 打着闪黄灯的车辆 整辆车当场转了90度 翻覆四角朝天 当时我车就停这边 然后下车买炸机 还有打赏黄灯 然后刚下车大概一两分钟吧 就被撞到 一旁店家 吉路上民众看到 赶紧冲上前 从副驾驶座上 将建车驾驶救出来 抬到路旁休息 好在驾驶意识清楚 救车抵达将他送一急救 警方于今六日中午获报 本辖北宁路段有交通事故 经了解为71岁流姓继承车司机 因不明原因 碰撞林亭路旁之自小车车后翻覆 造成大片油漬胜出 警方立即赶步现场处置 并疏讨交通 协助将受伤驾驶送一救治 令通知环保局 脱掉业者到场协处 详细事故原因正在厘清中 根据警方调查 双方都没有酒驾情形 建车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撞上围停在机车 优先道上的休旅车 至于造势的真正原因 和责任归属 警方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警察局提前举行 警察节庆祝大会 府会首长谢国良 同志伟亲自出席 表扬机优远警 议交及名利 至于有议员建议 在各派出所都设置健身房 双首长都正面回应 在台上深深一鞠躬 警察节庆祝大会上 市长谢国良代表市民 感谢警察同仁辛劳 从我上任以后 到警察局跟各位主管 同仁请一开会 我都说 我们要跟社会的不法分子 黑道方派 全部要划清界限 我们要用过去 从来有的透明度跟高度 来治理这个城市 对于所有对于这个城市 有影响有伤害的治安事件 我们全部不会翻盖 全力以赴 但我一个人说 没有用 只要靠我们所有的警察 一起来努力 获奖的模范警察 及有远警 议交和名利 分别上台接受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志伟 及副议长杨秀玉颁奖 庆祝大会邀请了市政府 议会及各级来宾 总计有百人观礼 谢国良表示 对于争取警察同仁 本奉及调生案 不遗余力 一路走来 都希望替警察同仁 争取最大福利 我们对于警察同仁 一直都是抱着 非常感恩跟感谢 感谢他在第一线 维护市民朋友的 生命财产安全 17年前就在今天 我们跟陈水扁 前总统一起 也把我们警察同仁 管理条例来公布实施 让基层警员 享受到比较好的抵缝 那17年来 我们一直都是 秉持这样的精神 尤其这一次 现在基隆 已经没有了 所谓的无家者流浪汉 对于特定的治安事件 我们也是管控到底 然后在行人友善 也都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 所以警察同仁 非常辛苦 非常累 但因此 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在第一线 坚定的执法 让我们基隆市 现在可以说是 在路口更安全 社会治安也更稳定 而议长 同志委在支持时强调 前议长张芳丽曾经建议 鼓励警察同仁多运动 建议在各派出所都能设置健身房 而这样的建议也获得府会首长的认同 我想前几年呢 在我们第19届议会的时候 张前议长张芳丽前议长 特别在争取经相关的经费 在我们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的顶楼 设置了一个健身房 那我想获得这个中二所的所有同仁大获好评 那我想我们现在刚好市政府 在推动社区邻里的运动 那我想我们张前议长 在这次的议会大会也特别的在提出 那我们全体市议员 都非常的支持提升警察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们也诚挚地来争取 跟市政府争取跟谢市长争取 让我们的警察同仁提升环境 重点是我们的工作勤务繁重之余 还可以达到调剂声息的功能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这一项的提案 比如中二拍手就张前议长 现在已经设置好了 那当然其他的拍手 我们也会陆续来设 是那个经费会陆续来设 我相信因为会多支持 那我们也会逐步来建制 此外议会关心 金融推动友善行人 各路口都有远景执勤群递 对此警察局长强调 民众手法观念已经提升 原本的勤务已经有滚动式的调整 希望让远景多休息 我们在市长以及我们全体市民 守法的状况会来越好 我们在这个礼拜一六月五号 我们从原来每一天二十班 我们现在是降为十班 那五月十二号议警 议交也介入这个 行人友善的指挥交通 所以我们现在的警力是 有一点得到一点这个休息 不过我们会滚动式的调整一些情务 警察局前夕 辅慰首长出席庆祝大会 用深深一鞠躬 来表达对警察同仁 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 基隆一信碑国小排球邀请赛 在赌南国小开打 共有十一队参赛 在三天激烈的战况后 由中兴国小及赌南国小 分别夺得男女组的冠军 画面上是基隆一信碑 国小排球赛男子组冠亚军之争 由中兴国小对上中和国小 两所学校的校长也都亲自到场 为选手加油 而最后一个对决 中和国小回击之后球出界 中兴国小拿下了冠军 基隆市政府教育体健科 还有排球委员会 非常感谢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和林坤黄副总经理 对于排球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关心 让小朋友有更多的赛事 可以促进他们的学习经验 让他们在球场上面 有更多的展现 让自己增加更多的信心 那希望小朋友 他透过这么多赛事的比赛 能够让他们的球技更加精进 共同为基隆市争取很棒的好成绩 今天是冠亚军的比赛 然后我们是特地来给小朋友加油的 因为小朋友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打得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争取最高的荣誉 因为中和国小的场地真的是很少 很小 所以呢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我们觉得很不错了 我看到最开心的就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运动都停下来 那这一次呢刚好疫情结束 然后呢这个杨校长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谈到这个排球比赛 所以看到小孩子们他们又出来运动了 我们就特别开心 因为运动对身体怎么样 会强壮 有强壮的身体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赛结果由常胜军中心国小 荣获男生组冠军 赌男国小夺下了女生组后冠 另外男生组二到四名 分别是中和盛心五赌国小 女生组则为中心八斗中和国小 基隆云姓副总林坤黄也亲自颁发奖座给胜出的队伍 我们因为办篮球赛以后会发现到 有办比赛小朋友比较有一个目标 因为就好像我们在读书 因为没有考试你都觉得自己很会读书 考完试才知道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透过比赛的话小朋友他们会比较怎么样 认真的练习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会发挥这个团队精神 礼貌部分我发现那个学校都教得很好 这次好像都不要我提醒 我发现他们在对那个裁判的纪录台 他们该做的动作做的都非常的到位 比赛圆满落幕 参赛队伍也向师长和裁判们表达感谢 基隆云姓副总林坤黄也期许学子们 从排球运动中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 与运动场上的尊重与礼貌 持续的学习为基隆争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中家集团关心您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